yoo this is dj the mall 各位同學歡迎你再次收看dj the mall的教學節目 好那我們現在要複習的是二元一次方程式的烈士 那有同學跟dj the mall說 一元一次方程式的烈士可以複習 啊二元一次方程式的烈士也可以複習 當然囉 我們經過半年的時間做策劃做製作 就是要為各位同學做全方位的複習 好不好 那我們看一下 首先總和問題 總和問題的話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不過dj the mall在這裡強調是說 如果他是給你加1兩個數字反正一個 叫他x一個叫他y就解決了 重點是下面一個 如果題目給的是加1丙3數的時候 通常學生會不需要怎麼做 那在這裡呢dj the mall提示你 他一定會多給你一個條件 那我們舉個例子 他如果說加1加丙會等於500 三個數字的核是500 那我們通常都是假設 假數為x以數為y 丙數呢 就500去減掉x減掉y嘛 好不好 然後 然後 最重要的是這個 速度問題 在這裡 在這裡齁 DJ the mall講個經驗 很多學生 中文寫得一清二楚 但是他永遠看得不煞煞 他說啊 假以兩人同時同地同向而行 在這裡還特別幫你把圖畫出來 輔助說明 同時同地朝同方向 是這種樣子 然後他說 假以兩人同時同地背向而行 背向而行的話 代表他們朝不同方向 好不好 那請各位同學要記得 遇到類似的考題的時候頭腦要很清楚 看清楚他的文字寫的是什麼 OK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關於二元一四方程式的歷屆基測試題 各位同學 接著我們要看的是 九十年度第一次基測的第二題 好 題目說首手到郵局買了五元與十二元的兩種郵票 共二十九張 花了250元 若五元郵票買X張 十二元郵票買Y張 下列哪一個聯力方程式是正確的 A選項他給你什麼 X加Y等於250 5X加12Y等於29 B選項他給你X加Y等於29 5X加12Y等於250 C選項他給你X加Y等於250 12X加5Y等於29 豬選項他給你X加Y等於29 12X加5Y等於250 好 請各位同學 跟著DJ的夢一起來看 我們在解答的時候 我們把它分層次來看 第一個 五元與十二元的兩種郵票共二十九張 然後呢第二個他花了250元 第三個題目規定你喔 不是你自己去選的哈 他說五元郵票買X張 十二元郵票買Y張 在這裡DJ的夢要提醒各位同學 很多同學當天因為管他天氣熱啊 什麼你頭痛啊肚子痛 OK 他說看錯了 看成12元的買X張 五元的買Y張 請各位同學不要犯這種錯誤 你在機測的時候 其實 除非有特殊意外狀況 否則大家都是能夠如期的完成考卷 而且剩一點點時間 你在做驗算的時候 請你一定要特別看清楚 檢查一下 題目 給你的XY條件 假設你有沒有把它看錯 好不好 好 緊接著呢 DJ人默 要岔開一下下話題 跟各位同學講一件事情 在這裡 DJ人默已經不止一次說 請你在機測當天 記得帶不一樣顏色的筆 然後像這樣的題目的話 把條件一個一個 用不一樣顏色筆標出來 這樣子 你才能夠一步一步的 精準找出答案來 好不好 好 接著我們看一下 因為 5元郵票X張 12元郵票買Y張 所以說根據題目給我們的條件 他說兩種共買29張嘛 所以X加Y等於29 然後因為他說花了250元 所以 5元的買X張的話呢 事實上就代表什麼 5元的部分花了5X 那12元的部分呢 因為買了Y張 所以是12乘上Y 然後兩個加在一起 總共花了什麼 250 因此我們答案選什麼 選那個選項是 X加Y等於29 5X加12Y等於250 所以我們答案選什麼 選B 好 好 緊接著一樣 What should I do 第一個 DJ人物強調的 你要用色筆 畫出各項的條件 那在這裡 DJ人物示範一次 用紅的 藍的跟綠的 去畫出每一個條件 第二個 請你 以條件來列算 是不是自己憑空想像的 好不好 那很多同學做題目的時候呢 他不是去想說出題老師 要我寫什麼答案 而是以我自己的意思來寫 所以每次都沒拿到分數 OK 那希望各位同學能夠順利的 拿下這一類型考題的分數